第958集 家人有约 莫小鱼将杨帆送到了门口 司机早就等在车门前为他打开了车门 然后呢关上车门上车离开 自始至终啊 后面的车窗再未打开 只是杨帆在看着莫小鱼 而莫小鱼却看不见他 哎 姐夫啊 什么情况啊 姬圣洁问他 以后他再来啊 好好招待 我要是在唐州的话呢 立刻通知我回来 不再也给我打个电话说一下 莫小鱼说道 莫小鱼回到了二楼的茶室 看着对面的残茶 莫小鱼将杯子放到了一边 让姬圣洁坐下 姐夫啊 这个画廊你得想想办法呀 啊 你再这么下去 咱非得黄了不可 那我只能回京城 卖瓷器去了 姬圣洁说道 我这不也正想办法吗 主要是没时间画 哎呀 好在我这段时间呢 都在唐州 我尽力画啊 价格方面呢 你可以适当的提高一点 这东西没有定价 每一幅画都是独一无二的 艺术品的价格是越卖越贵 越贵越卖 莫小鱼说道 但是前提总是要有东西吧 鸡圣洁一句话就把莫小鱼给噎回去了 行了 我知道 我会尽力画的 莫小鱼白了他一眼 把他撵走了 杨帆的事他正烦着呢 别说是不是真的啊 任何人忽然遇到有人说 哎 你像我儿子 谁的心里都会犯嘀咕呀 莫小鱼和杨帆约定了明天去医院抽血做检查 是真是假 到时候就知道了 莫小鱼摆弄着手机 他很想给自己老家的父母打个电话 问问自己到底是不是他们亲生的 因为看到杨帆前家子里的黑白照片 那的确是太像了 再想想自己和老家父母的样貌 的确是没有多少相像的地方 莫小鱼为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 摇摇头想要把这个念头啊 驱散出去 但这个想法呢 却顽固的在自己的脑子里生下了根 杨帆 你没事吧 哎 你要是遇到什么事 你告诉我 我也许能帮你呢 急诚节看到莫小鱼 好像是丢了魂似的问道 哎 我没事 你们都下班回去吧 啊 我就画室待一会儿 莫小鱼说道 急诚节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 莫小鱼已经起身 离开了查室 急诚节见莫小鱼 确实是不想再和自己说话了 于是下了楼 让蒙秋娜锁好门 都下班了 老板真的在画画了 蒙秋娜看着画室的灯光问道 好像是吧 哎 对了 还没吃饭呢吧 我请你吃饭 急诚节献殷勤请道 蒙秋娜想了想 可以 但是呢 地方由我选 还有啊 我不喝酒 谁让你喝酒了 急诚节说道 撒 别以为你想什么 本姑娘不知道 我告诉你 我和你没戏 你就不要再想三想四了 蒙秋娜警告急诚节道 嘿嘿 我知道 你是不是看上莫小鱼 这个老板了 想一步到位 当老板娘 急诚节问道 蒙秋娜本想发火 但是又一想 自己承认了又怎么样啊 也许这样就可以改变一下 目前的状态 自己始终都不能打开 莫小鱼的心扉 也就离自己的目的越来越远 难道莫小鱼 真是属于那种 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主 但是无论如何 都不能再等了 这件事自己等得太久了 他大哥渐渐失去了耐心 按照他的想法 还不如直接把莫小鱼 给绑了 那样多直接 是又怎么样 你觉得不行吗 蒙秋娜问道 哎 算了吧 我还是这个画廊的经理 你要是和我好 马上就是经理夫人了 但是老板娘的事 你甭想了 你前面至少还有五六个人在排队呢 而且人家比你深入的多的多 懂吗你 和莫小鱼深入的多的多 哈哈 吉圣洁边说边向蒙秋娜身上缩寻着 看到蒙秋娜是毛骨悚然 一把把他推到一边去了 坐在画室里 莫小鱼的心渐渐沉静下来 他越来越有大师的风采了 不管外面的风浪再大 只要是坐在了画布面前 他的心都会渐渐的沉淀下来 直到波澜不惊 莫小鱼的脑子里啊 渐渐浮现出了杨帆给他看的那张黑白照片 就像是录像机在回放一样 越来越清晰 直到好像那人就站在自己的面前一样 摊开画布 调好颜料 莫小鱼呢 本来没有作画的冲动啊 但是不知不觉间啊 就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人画出来 否则自己的心里就觉得压抑 另外一边 杨帆疲惫的回到了家里 刚刚坐下 女儿就从楼上走了下来 走到沙发的后面 为他捏着肩膀 妈 今天是周末 还忙得这么晚啊 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女儿撒娇的说道 我知道 来 坐下 陪妈说会儿话 杨帆展颜一笑说道 女儿谢佳仁 绕过沙发 坐到了杨帆的身边 公司里的情况怎么样啊 杨帆问道 很好啊 一切都运转顺利 没有什么问题 妈 你怎么了 我怎么觉得 你好像有心事啊 谢佳仁问道 唉 难为你了 要不是你爸爸出了事 也不会让你中断国外的学业 回来继承公司啊 告诉妈妈 你觉得累吗 杨帆宠溺地将女儿 搂在怀里问道 还行吧 渐渐习惯了 你要是觉得累啊 还想再继续自己的学业 妈妈给你找个帮手好不好 杨帆问道 帮手 妈 我可不想现在就结婚 打住 谢佳仁一愣 还以为杨帆要给他找男朋友呢 不是 你这孩子想哪儿去了 啊 不是吧 是你要找个老伴 谢佳仁不容杨帆说完又问道 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这么想啊 哎呀 你还记得 我之前和你说的那件事吗 这件事你爸爸也知道 那是在我和你爸爸结婚之前啊 你还有个哥哥 好了妈 你又说这事了 我爸都不介意 我也不介意 怎么又提起这件事了 这么多年了 你不是一直都在找他吗 但是 他不是找不到吗 谢佳仁都快被杨帆说的魔装了 但是 我好像已经找到他了 杨帆看着女儿的眼睛 认真地说道 谢佳仁伸手去摸母亲的眉头 一点都不热啊 这怎么还说上胡话了呢 那么多年没找到 怎么这么一下子就忽然找到了呢 谁信呢 妈 你不会是遇到骗子了吧 谢佳仁认真地问道 我好 感谢观看